早安 今天是2019年的4月8號 也是我23歲的最後一天 但是今天要去上班 然後明天開始連續四天 就是要蠻累的 公司很忙這樣子 我現在要去上班了 買午餐 買午餐 我現在要去午餐 找看看有沒有信封帶 有 應該再一次吧 來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要回家囉 現在大約是8點45分 本來想說可以拍到那個 領包裹的 結果 爸爸竟把它領走了 害我都沒有拍到我領包裹的樣子 現在是晚上10點20分 距離我的生日只剩下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了 然後前幾天呢 凱就說他買了一個東西 會寄到我家 我就說啊那是禮物嘛 他就說也可以算是啦 然後我今天已經拿到了 看到這個小LOGO 就大概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只是不知道是哪一本而已 我現在要來把它拆開了 還有一張小凱 還有一張小凱 大票 而且他用這麼厚的那個包起來 這樣包得很小心 是我一直很想要的耶 你看 是我一直很想要的耶 太開心了吧 太開心了吧 還不為了他買白手套嗎 拍得到啊 他有一個那個耶 壓的那個 把凹 好棒喔 好棒喔 這很棒耶 這很棒耶 你看 真的好喜歡喔 謝謝 謝謝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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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一個一直很想要的攝影機 我現在要把這個貼紙 貼在我的冷本上面 今天呢 自從中午開了那個 那個冷氣之後 我的頭就一直痛到現在 明明就是23歲的最後一天還這樣 對了 今天是那個庭尾還有那個蕾亞的生日 祝福庭尾生日快樂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的祝福 然後明天就是生日 但是 就是 就是連續四天 就是忙到一個不行 不過我明天晚上還是預約了 做了 是我同事推薦我的 等一下睡覺之前 有再吃一顆吃通膠 不然應該會睡到 希望明天會是美好的一天 雖然是很忙啦 但是應該 在生日當天工作 應該會有 一個 莫名其妙的那個 動力 就覺得 欸 我今天生日 然後好像做什麼事情 都很有信心這樣子 嗯 好像很久沒有錄這種 就是 睡前的影片 好 那就先這樣子囉 晚安